Hello 伙伴者大家好 我是R1VR的姐夫 一看背景就知道我出差啦 我仍在北京海定区的PICO办公室 带着PICO核心用户和小白贯注的问题 直接中门对追PICO系统 软件硬件的产品经理 吸完一款含有的PICO资源大空间游戏 但你们曾经是参与PICO的线下产品交流会 还有顺便去打卡北京的太妙与景山公园 想知道PICO现在在搞什么 未来到底有没有PICO 5 接着往下看吧 肯定会上 然后会有一些功能的下放 预计的时间是在今年的上半年 有哪些功能呢 不能说 我先说一些能说的吧 多窗口 但是这个多窗口是有限的 肯定不能像PICO 4 Ultra那样 然后摆超级多窗口 因为三个窗口基本上 把你的iPhoneV都占的特别满 最新版本的PICO系统更新 支持窗口自由摆放和远近调节 终于不是一条柱子围绕自己啦 经过我们实际测试 确实这个芯片不太行 也不是愿意是上一代哈 大家体验的时候会有一些卡通的情况 所以的话就是大家是一个可选的 开启了一个状态 性能调试这个事呢 怎么说 它的上限很明显 有可能就不能像PICO 4 Ultra一样 然后获得这个体验 大部分的开发者 它为了兼顾在PICO 4以及PICO 4 Ultra上面的体验 所以它会把这个iPhone就是线分辨率 定到一个相对来说可控的一个状态 但是呢 它没有达到这个插出真处的这个上限 摸不到 但是PICO 4上面大部分的领域其实是摸到那个 所以的话就是这个上不上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看 自另一条式对于PICO老玩家来说 属于很大的提升 只要打开了开发者选项 就可以针对单个应用自行调整 屏幕刷新率 分辨率 CPU GPU FFR 等等个性化设定 体验更加细腻的游戏画面 等于内积了一个PICO版本的Quest Game Optimizer 而且是免费内置的 我觉得上也是得拥有一个选择 所以它可以自主去拍 有些能接受几十针的就接受了 对对对 三针电键 呃 全合一下吧 对对对 我们也在探索就是AI部手带来的编辑收益 到底有哪些 就是你在口袋上装一个豆包其实也能用 但是呢 如何结合XR场景下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 让给大家带来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就是说这个实时的字幕 甚至于现在XR眼界有一些做实时翻译的 但是呢就是大模型这个事情是一个 非常需要耗费很大的投入经历 然后以及我们要去拔工作场子 需要长期去做积累跟倾注的一个事情 这个也请大家谅解 你如果用大模型指示去实现指令操作这个事呢 就有点就是杀鸡烟用牛头的感觉 对对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然后呢做的更 烧鸡的更更加的出费一些 另外我跟Pico的硬件产品经理聊了一下 虽然他的口风很密 但也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 首先今年大概率是没有Pico 5的 不过新头衔依然回座 这个可以放心 另外Pico也在关注AIAO眼睛 但是目前没有透露新品的计划 至于是不是类似我带着这款的Event Reality G1 有抬头显示的功能 还是类似Raybill Meta 或者零了V3那一类的拍摄眼睛 这不得而知了 反正给我感觉Pico或者字节跳动 根本不急着推出穿戴式设备 继续密切留意最新动态吧 这次Pico还展示了一款 自然的混合现实大空间游戏 达芬奇狂赏之一 不需要手柄 只要用双手 就可以跟达芬奇和细节敲避震的机械道具互动 而且这是完全在一体机上运行的应用 里面的美术好到我以为是PC VR游戏 哇这个美术OK哦 OK啦 对这个美术 我要试你啦 最重要是跟其他的VR大空间不同 这款达芬奇狂赏之一是ML大空间 也就是能同时看到虚拟道具与现实环境 可以放心在大空间里走动 不怕装长或者装到其他人 这种ML大空间内容不止可以看 也有一些轻微的互动体验 跟我直将开业的线山XL体验馆 雕心挺配合的 说不定可以引进来给大家玩玩 你们会有兴趣来广州试试吗 哎呀 我觉得这个还行 肯定还行 而且美术真的是 美术很少 而且它是本机的 对吧 它不是一片 它是一片 可以 来到北京 当然要去观景点了 刚好我去北京当天 苹果的CEO库克去了一趟景象公园 那我也跟着阿库大boss的路线走一圈 拍一拍同款胶片吧 拍完我觉得在手机上看还差点东西 原来是没有立体感 马上用Pico4 Ultra的2D胶片转3D功能 一间把手机拍的胶片转换成3D胶片 过程非常丝滑 这跟Fusion Pro上的功能非常上似 而且我发现 Pico比苹果还更近一步 在手机端的PicoApp新增了3D视频转3D的功能 一切运算都交给云端处理 几分钟就能转换好一条30秒的3D视频 再把3D视频导入到Pico4 Ultra里面 就能看出立体效果 非常的棒的 唯一的小问题是 目前转换的格式是side by side Pico4 Ultra里面的上车App不能直接识别成空间视频 要自己手动转一下格式 这个小问题应该后面会OTA升级解决吧 如无意外 你看这次视频的时候 Pico4 Ultra就会受到PicoOS V5.13.0.U的更新 能用上刚刚所说的一些功能之余 在空间影像的处理 系统 显示效果 交互体验等等 都有更进一步的提升 把系统做得越来越完善了 甚至有部分功能可以跟Apple Vision Pro看齐 至于Pico4 Pico4 Pro 就要少晚一点才会收到 你觉得这次的Pico系统更新升级怎么样呢 对于能看到现实环境的大空间ML应用 你觉得跟VR大空间相比 哪种更新呢 可以在上方朋友去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上方朋友去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探望VR有个集 愉快体验 很愿意赞助的XR和小铃铛频道 我们上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